那语法典常用的方法 我也是各举一个案例 大概的看一下 常用的我们有图片法 动作演示法 然后亲情举例法 视频法 图示法 因为时间关系 我也只能很快的过 比如说我在讲笔字句的时候 我们图片法 这个不太适合用学生啊 你要用学生 用两个学生站起来 比身高不太好 我们就用这个图片 他们两个谁高 莉莉高 好引导出莉莉比小明高 这个是学生常出错的 比谁他常常放后面 所以我们有意识的 告诉学生比谁放在前面 莉莉比小明高 那么否定 这个笔字句的否定形式 学生特别容易出错 他会说小明比莉莉不高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 他的否定形式 还可以说 小明没有莉莉高 用他的否定形式 我们引导出来 那么这个笔字句的 高得多 比谁高多少 那么要注意 学生会说 哥哥比妹妹40厘米高 他比我三岁大 这样出错 那么为了让他 避免出现这样的偏误呢 我们就引导出来 用这个图片 哥哥比妹妹 高多少 大几岁 然后 这个姐姐比妹妹高一点 学生会说 姐姐比妹妹一点高 会把一点放前面去 那么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用这个图片引导出句子 引导出这个结构来 下面就是带更的笔字句 引导出这个什么时候用更 我们说这是谁呀 乔丹 乔丹很 乔丹怎么样 乔丹很高 这是谁 姚明 姚明高吗 姚明比乔丹更高 然后总结出格式 A比B更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学生经常 在用更的时候经常出错 会说他比他很高 还有说老师我比你更高 表面上是对的 实际上是错的 因为我不高 他只能说他比我高得多 但是他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用高得多 什么时候用更高 这样的篇文 我们就为了让学生知道 更一定是两个对象都怎么样 一个程度更高 我们就用这个更 所以我们用图片的形式来展示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下面这个图片 这个教学 我可能就 只能过 就是表示被字句 表示这个被动的被字句的难点 是让学生明白 大部分的被字句 都是消极的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就用图片 让学生来看一下 就是 给了图片 给了例句 让他都知道是不好的事情 就好了 那么动作演示法 我想大家都会用 就是在有一些语言点的时候 我们利用动作来展示 比如说结果不语 老师擦 老师在干什么 擦黑板 现在黑板很干净 擦干净了 黑板擦干净了 那么趋向不语用动作也很好 把字句 刚才这个杯子在老师手里面 现在在桌子上 老师把杯子放在桌子上了 就导入了这个语言点 所以可以用这样 然后体验的办法 体验的办法 比如说这个趋向不语 verb出来 那么在线下的时候 我通常会给学生 拿一个 拿一个饮料 让大家看这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好 你们都没看出来 我打开让他们闻 哦 这是醋 哦 你们现在闻出来了 这个 就是用动作 用这种体验的办法 让他知道是什么 但是现在线上 没有办法了 我就会给学生放音乐 放他们特别喜欢的音乐 然后听这是什么 哦 大家都 哦 小苹果 很棒 你们都听出来了 这是小苹果 那么我也可以放 老师的对话 这是谁说实话 杨老师和另外一个人 杨老师的声音 你们都听出来了 那个老师的声音 你们没听出来 那么也可以 这就是体验 就是让他自己来体验 在这种情况下 我用这个语法点 那么体验法 我还可以用图片的办法 让他看的办法来体验 比如说 我给这个图片问 这是谁 地球人都知道 这是成龙 学生一说成龙 我就说 哦 你们都看出来了 这是成龙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看出来 那么这是谁呢 哦 这个是谁 不知道 你们都没看出来 这个 老师看出来了 这也是成龙 那么我通过这两张图片来讲 这个语法的肯定性式和否定性式 把这个来给引出来 那如果在讲这个 我上课的时候 我还可以用我的图片 你也可以用学生的图片 比如说 我问大家 这是谁 哦 这是杨老师 你们都看出来了 这是杨老师 但是这是哪儿 不知道 学生一定不知道这是哪儿 你们都没看出来 这是哪儿 你们都没看出来 老师看 老师知道 老师 这是看出来 这是北大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出一张图 就可以把这个出来的肯定性式和否定性式 都通过体验的形式来给它展示出来 那么你这个体验的办法 我们来讲这个动词重叠也是很好的办法 比如说讲动词重叠的时候 我就给学生拿他们很少吃过的食物 很少吃的食品 比如说我会给他驴大驴 问大家这是什么 让大家猜它是甜的还是咸的 不知道 请你们看一看 请大家摸一摸 请大家尝一尝 最后问大家 它是甜的还是咸的 还是软的还是硬的 最后大家都知道了 为什么你们知道了 因为刚才大家都摸了摸 看了看 尝了尝 那么最后我们就引导出动词重叠的形式 这个通过体验 让他大概的知道了 这个动词重叠是什么 但是动词重叠的双银结形式 他还不会 这个我们还要来给学生讲一下 你们现在累不累 很累 那我们现在休息休息吧 引导出双银结动词重叠形式 是ABAB 那么最后做一些操练 如果是小孩子 我们就会让学生来做摸水果 你告诉大家是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刚才我摸了摸 闻了闻 那如果是成年人 你就不好用这个动作 我就会让他来说说周末做了什么 周末都是经常看看电影啊 聊聊天啊 上上网啊 等等 好 那么下面呢 亲近举例法 也得简单的说一下 亲近举例法就是 举例子的办法是每一个老师都会用的 但是我要在这说要亲近举例法 所谓的情境举例法一定要有语境 不能干巴巴的例子 那你的举的例子 一定要要有语言环境 然后呢要有意思 要贴近学生的生活 那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在讲究竟的时候 怎么讲 我就带着学生出去旅游 去爬山照了很多照片 第二天上课 我就不说我们要讲究竟 我就问大家 我们的照片要不要贴在教室里面 我找的照片有好看的 有不好看的 好看的同学都说贴上 不好看的同学说不贴 我就引导出语境 我们究竟贴不贴 好贴 贴几张又出现了一个争执 有的说都贴上 有的说贴两张 那我们究竟贴几张 究竟选哪一张 究竟贴在哪 有的说贴前面 有的说贴后面 我就引导出 哦我们究竟贴在哪 然后总结这个究竟的结构 那这样就是有情境的一个 教学 这个究竟的教学 那最后呢 你还可以给学生做一些操练 哦你看他要去广州 他想他究竟想怎么去 然后他究竟喜欢谁 他究竟和谁一起看电影 他究竟想和谁一起去吃饭 他究竟想和谁一起看电影 没关系 根据这个图片 学生可以说出很多很多的句子来 这就是用提供这个 用语境的办法来练 那么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说了啊 就是提供这个语境的办法有很多 你比如说这个莲字句的语境 他很胆小 连狗都害怕 女孩子很大胆 连蛇都不怕 那么练习的时候 也可以提供语境 你比如说他不会说汉语 怎么用莲字句来说 不会说汉语 他连你好都不会 连谢谢都不知道 那么就能说明这个莲 莲字句的教学非常的难 那今天没有时间展开了啊 就是说你怎么样提供语境 来教这个莲字句 那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用视频法 那尤其是线上教学 我们很多的动作都没有办法来展示 那可能用视频的办法很好呈现 比如说这个曲向补语 我们就这是倒进去 然后这盛出来 这个是扔进去 然后这个就是抱起来 那么这样趋向补语的这个教学就出来了 那其他的特别适合视频的办法 就是有一些特别难讲的副词 我们也可以用视频的办法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视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 就总结一下视频法 大家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第一你的视频的长度 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要注意你的课堂时间的成本 如果视频很长就不合适了 另外呢 你不要让你的学生因为看视频 这个视频这个思绪翻飞 然后还有视频的难度 因为视频的用词的难度 语速的难度 还有这个句子的长度 都能决定你这个视频的难度 所以都是你要要注意的 当然这个视频你可以去 可以去自己录制 那因为时间关系这个图示法 也是简单的过一下啊 就是可以用图示来展示两个语法 语法点的使用 比如说这个过来和过去的区别 一个是从不好到好 一个是从好到不好 那我就通过例句 比如说醒过来就过来 从不好到好 我给他画这样的图 那时间关系呢 这个我们就不多 不多展示了啊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过我 那个语法教学手册 这里面都有 如果没有看过的呢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 那个YouTube里面 我很多语言点的 每一个语言点的教学也都有 那么时间关系这个都不可能去再来说了啊 好 我想给大家说的 最后就是举完例子以后 一定要想办法做到格式化 就是学生常出现的问题 一定要做到格式化上来 比如说这个无论都 我们讲完以后他都明白了 但是你要不给他做格式 他还会出错 比如说学生会说这样的句子 无论很贵我都要买 那我们就让学生知道 无论的后面一定是问题的形式 无论多贵 无论是否 无论谁 无论哪 后面一定是一个疑问的形式 所以我们在通过前面说的情境举例 各种举例以后 一定要落实到这个格式上来 让学生对我们这个格式上 有一个正确的把握 那么怎么样做格式呢 一定要有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意识 一定要知道学生在哪出错 然后我才可能做出格式 这就要求我们要收集学生的片舞 同时要抱着感人的心态 去分析学生的片舞 然后做出合适的这个格式来 那么做格式 有的时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需要老师逐渐的完善 比如说我自己在讲意识的时候 也是出现格式做的不好 导致学生的片舞 最后给他做出一个合适的格式 告诉学生意识的后面 要么是否定的 要么是心理的 这就是我们做合适的格式 比如说这个越来越 你光给学生 我们教材里面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学生就会出问题 那么我们给学生做出 要告诉他越来越的后面 是形容词或者是心理动词 大概的 其他的这个也都是做格式的 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最后说一分钟吧 就是课文的教学 课文的教学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这个预习非常非常的重要 必须让学生预习课文 然后处理课文 就是要从带着读课文以后 不能满足 一定从课文出来讲 来练习这些原点 那么在做这个课文预习的时候 我们要求学生预习 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 比如说这一课 我讲的是电影 我就要求学生读完以后 你来告诉我 关于电影有关的词 这个就是来扩大 他的词汇量的办法 那么讲完这一课以后 我再让你做一个更好的 就是这个词汇数变得更丰满 那么你关于这个电影的词 你又学习了什么 这个就是在预习和课后结束的时候 都做这个词汇数 就是检查他准备的一个办法 好 那最后我们就总结一下 今天的这个 实在抱歉 这个时间最后有一点紧张 过得比较快 我就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 这个综合课 你怎么样把自己的 这个综合课 能够上得比较成功 那么第一点 一定要注意 听说读写都得兼顾 这是综合课的 然后呢 从内容上来说 语音词汇语法汉字 你也要兼顾 然后呢 课前 尤其是我们线上教学 现在这个课前 课中 课后 你要有系统的安排 要同时要注意 这个把这个线上教学 无限的延伸到线下 把课堂延伸到课外去 就是要有这种充分利用课外的 这样的一个意识 同时呢 要注意 不管是语法 还是词汇教学 扎实的语法 这个对不起 我是搞语法的 老说语法功底 就是扎实的这个汉语功底 非常重要 不管是词汇还是语法 这个语法功底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只有你的功底深了 然后理解了 才可以再掰开揉碎 变成学生能懂的 就是这个教学原则 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大家讲了很多原则 我今天还要说原则 就是这个原则是万变不离其宗 不管我们的教学方法怎么变 教学环境怎么变 教学原则是不变的 我们要以万变 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这个不变的就是语法功底 语言功底和教学原则 所以我们说你的 husband I love you.